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在我们 柔佛的星山的一间很出名的中学 发生了一个 疑似 种族事件 就是说那间中学 他在华人新年期间 提供了一个 SPF考试工作坊 类似就是 Focus SPF考试的生活营 这样的 两天一夜 但是呢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在于呢 他的细节就是呢 他只是给穆斯林学生参加 就是他没有给非穆斯林学生参加 所以这个新闻呢 就有人呢把他搬去网上 然后呢结果就炸开了锅 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很多非穆斯林呢 就开始议论纷纷 说 你的学校怎样可以降种族期事 这样不公平 这东西只是给穆斯林罢了 没有给非穆斯林 太过分了 而啊 这一个课题啊 现在呢 是呢 越来越大见的事啊 这个事情呢 已经呢 惊动了我们 罗佛州的苏丹 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 罗佛州的苏丹呢 已经下令 说一定要 彻查这件事情 他说在意他的 之下的罗佛州 绝对不允许发生这种 这么严重的种族期事问题 他说一定要撤查到底 如果有谁真的是犯了这个种族期事的问题啊 必须要严惩 所以呢 我们罗佛州呢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这个我以前有说过 我现在再说一次 就是呢 在其他的州啊 可能会有很明显的说 你是马来人 我是华人 他是印度人 这样的 种族分野的问题会非常的严重 但是在我们罗佛州呢 这个问题呢 就没有这么严重 相对来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罗佛州历史的因素呢 我们有一个 所谓的 所谓的 就是呢 我们 罗佛人呢 其实 不会太过去粉 华人买的 印度人 我们 大家 都是 罗佛人 都是 罗佛苏丹的 子民 这个 罗佛 这个词呢 你也只在 罗佛可以看到 你在 沙巴也有看到 沙巴人 跟沙瓦人 但是 其他州啊 就没有像我们这样有一个 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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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只有罗佛 才有 所以呢 我们的罗佛苏丹呢 一路来都是以这个 罗佛 为他的 骄傲 现在呢 如果发生了这件事情呢 简直就是在挑战 他一路来所骄傲的 罗佛 所以他 当然荣言大怒啊 所以我这样解释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罗佛苏丹呢 会被这一个课题给惊动到 OK 现在我们讲回这个课题 这课题的最新进展是这样 教育部长呢 已经下令这个 州教育局 罗佛 州教育局 让这个 罗佛 州教育局呢 自己决定 要不要对这间学校采取行动 意思就是说 还没有结束 这件事情啊 OK 看 这个罗佛 州教育局呢 要怎样进一步采取行动 因为我告诉你 我们的教育部呢 是他是有分啊 一级一级的来的 中央教育部 是中央教育部的事情 州教育局是 州教育局的事情 像类似这种情况呢 中央的教育部不能 直接 越过州教育局 然后来处理这个学校 他必须交给这个 州教育局 然后再由州教育局 来处理这间学校的事情 所以按照程序 就如此了 现在教育部长已经开胜了 这个罗佛 州教育局自己 决定 要不要对这间学校采取行动 所以其实结果还没有出来 然后呢 根据初步的调查报告说呢 那个校方的解释是说呢 你们误会了 这个东西绝对没有啊 种族其实没有说只是给穆斯林 非 非穆斯林就没有分 没有这样的事情 OK 他给出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啊 这 一个 这个 考试工作坊 的日期的 撞震了华人新年 啊 我把这日期放在华人新年的话 你华人也不会来的吗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理由 然后第2个理由呢 他说呢 他这个考试工作坊 里面呢 是 针对那个 宗教 科目的 宗教科目跟你华人也没有关系嘛 所以这个东西 明显就是只有考宗教科目的人才需要去 OK 但是他有说 针对那些非穆斯林的 之后还会再有一场 是专门给这个非穆斯林的 OK 我们姑且 不去相信或者是否定这个校方讲的东西是对还是错的啦 OK 现在呢 我们客观的分析了 这一个事件呢 可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呢 这个校方真的是做错的事情 真的是做了这个 种族歧视的事情 然后现在想着要怎样补这个货 然后 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呢 正如他所说的 这个东西呢 只是针对宗教科目 结果就被人家放大了这些事情 这两个可能性罢了 不知道是哪一个 我们就是有待这个 周教依据了 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啦 OK 我不管他结果是怎样啦 好我今天跟大家结论一下 我对这个课题的看法啦 首先第一 我的看法跟这个 楼佛苏丹的看法是一样的 就是呢 在我们楼佛 莫说是楼佛 即使是全马来西亚都好 其实是 不容许这种非常 得让得让的种族歧视的 就是 学校里面 一个学校 三大明珠共有的学校 啊 你突然间 小小生的说 这个东西是给 穆斯林的 这个东西 没有给肥布斯林了 绝对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正如我们 罗佛苏丹所说的 完全不容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OK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必须要觉得 很欣慰的一点就是呢 这件事情呢 没有被 吵吵的带过 没有被 不了了之 没有被 稀释宁人 没有被 姑息养奸 而是呢 这件事情呢 有被带起来 有被炒起来 然后呢 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然后呢 这个 罗佛苏丹呢 也出生了 要谴责这个事情 然后呢 中央的教育部长呢 也说了 周教一句 你要跟我搞定这件事情 然后周教一句呢 也瘋瘋瘋瘋瘋的 要去调查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 好的现象 怎样说呢 虽然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都觉得很不幸 但是 起码我们要觉得很欣慰的一点 就是呢 所有方面都高度关注 这个课题 而不会让这个课题呢 不了了之 所以呢 有这一个现象呢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啦 我们马来西亚的 学校呢 发生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呢 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关注 有这么大的 舆论压力 所以呢 这个呢 就可以 警告 所有未来的那些 潜在的 种族歧视者 让他们以后不敢招视 以这一次 为一个 教训 为一个前见 让他们以后不敢招视 做类似的事情 以后呢 他们在学校呢 如果在想做什么种族歧视的事情 他们会想起 某年某日 曾经发生一个这样的事情 结果 一般上亡 全世界 炸开了锅 我不要冒这个血了 所以你明白了吧 这件事情呢 得到了各方各界的关注 是一个好的现象 其实呢 在马来西亚如果发生种族事件的话呢 最悲哀 的情况 是什么情况 是呢 全部人都不关心 全部人都默默接受了 这一个事实 结果 姑息养间 稀释宁人 会有这样的问题 现在呢 这个问题呢 是 发生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公家机构 也就是教育部 也就是 学校 这一个东西呢 是真正的 涉及了 我们的 权利 不管是 穆斯林也好 非穆斯林也好 讲到这里呢 我突然间又想起了一个事情 可能呢 有人呢 想质问我一件事就是 我上几个视频不是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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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达州那边 啊 啊 sorry 不是吉达州 是 兵城州那边 兵城州那边呢 有一个回校党议员呐呐呐呐叫那个卖酒的事情 啊 我那时候说呢 我是主张呢 不要 帮他做宣传 不要踩他 啊 那一个 case不一样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呢 我告诉你那个地方是 兵州 兵州的政府是谁 是行动党 啊 不管那个 回校党议员呐呐在怎样吵都好了 丝毫动摇不了 宾州行动党政府的卖酒政策 啊 什么政策都不会改变 啊 所有当地 非穆斯林的权力都不会 被挑战到 所以只是那个 回校党议呐自己讲自己爽罢了 所以这种人呢 我们没有必要帮他做宣传 啊 可以不用踩他 但是呢 对比今天这个事情呢 这个不一样 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是一个公家机构 一个学校里面内部的种族问题 这是涉及了穆斯林跟非穆斯林的权益的问题 一旦牵涉了非穆斯林跟穆斯林的权益分配的问题的话 大家都会中标 没有人可以自审思外 所以必须要出审 所以你明白它的分辨吗 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所讲的分别 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出审的 好 希望呢 接下来呢 大家都会记得这一个教训 不敢再乱乱来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